抱有祥,这位瓦邦的统治者,已经在瓦邦的土地上执掌政权近三十年,他的策略和行动让人不禁想起那句老话,老狐狸,狡猾如狐,他以八面玲珑的手段,善于在各方的利益中寻找平衡,也因此获得了瓦邦之王的称号,然而,这位老狐狸的故事并非没有争议,他的行动有时让人感到深不可测,而他的策略则常常让人觉得既复杂又难以捉摸。 订阅本宫巴历史,带你揭秘背后的故事 抱有祥的统治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他经历了许多困难和挑战,但他总是能够找到一种方法来保持他的权利,他对缅甸军方保持了足够的关系,以防止其对他产生威胁,同时,他也与中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尽管他不得不在两者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然而,这种微妙的平衡并未阻止他成为瓦邦的实际统治者。 11月22日上午,在瓦邦司法委的带领下,瓦邦向中方移交了68名电信诈骗人员,其中更有今年1108案的7名当事人,脸上都带着不同程度的烧伤。 就在果敢和中方联合打击电诈集团的行动进行得如火如荼时,隔壁的瓦邦也不甘示弱,开始主动向中方移交电诈分子,眼看果敢电诈渐渐倒下。 鲍有祥似乎真的想证明自己的决心,就像当初他以自己的向上人头做担保,让瓦邦全面敬重英素一样。 早在上个月16号,鲍有祥就发布了通缉令,通缉自己手下两员大将,侄子鲍言板和前女婿何春田,两人与鲍有祥关系匪浅。 这一连串行为显然带着弃足宝车的意味,那么这位瓦邦之王为何突然认怂了呢? 缅甸从古至今就是一个极为分裂的国家,内部有着非常严重的分裂问题。 在近代史上,缅甸曾经被英印和日本先后占领,借着在不同阵营中来回横跳。 二战结束时,缅甸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正是得到独立。 虽然英国和日本都承认缅甸是个独立的国家,但独立后的缅甸内部其实仍然由英国的势力控制着,缅甸政府难以全面控制整个国家。 再加上本身的民族割据和不平等的对待,导致了缅甸部分地区长期独立,和官方政府的联系很少,处在缅北的善邦因为拥有该大量的高山和密林,在过去长时间脱离缅甸政府控制。 同政府矛盾尖锐,1993年,善邦甚至宣布脱离缅甸独自建国,善邦这一地区,除了果敢外,还有一个让国际社会文字色变的区域,那就是第二大特区瓦邦。 90年代以来,瓦邦主席鲍有祥一直处在世界舆论的漩涡中心,被时代周刊称为毒品王国的君主,同国敢一样。 瓦邦在过去一直以种植因素和从事毒品交易而闻名,是上世纪末世界闻名的金三角地区,凭借着毒品交易积累下大量的财富,不过到了新世纪,迫于国际社会和中方的严厉打击。 鲍有祥不敢像以往那样依靠种植毒品供给军队,1996年,瓦邦主席鲍有祥联合缅甸政府打击了金三角最大的武装贩毒集团昆沙,昆沙中文名叫做张奇夫,是曾经的世界第一毒销,他曾在金三角贩毒业最鼎盛时期,控制了整个地区80%以上的毒品交易,让这样一位传奇毒销投降落网。 鲍有祥也算大功一件,到2005年,眼见毒品行业遭受严厉打击,鲍有祥便在国际社会的引导下宣布了种植毒品的非法性。 该年的6月26日,瓦邦开始全面进种因素,结束了长达120年的种植历史,毕竟那时瓦邦的毒品已经闹得世界皆知, 人人都害怕东南亚金三角这个地方,树大招风,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要吃上一颗大蘑菇,失去了毒品收入,瓦邦开始转向矿产行业,也正是这个时候,很多人才惊讶地发现,这个地方不大,矿产资源竟意外地丰富,尤其是锡矿生产,竟能达到全球产能的10%。 当然,全靠矿产养活瓦邦几十万的人口是不可能的,除了一些正规营生,瓦邦还拥有非常懒财的特色产业,博彩和电信诈骗。 在新世纪初,会说中文的缅甸人将中国人骗到缅甸参与赌博活动,很多人抱着海外赌博不犯法的心态走出了国门, 但没想到,换来的却是被绑架勒索赎金,那时的网络通信不是很发达,即便被官方通报,也不能形成广泛的讨论,因此有不少人上当受骗,可毕竟这只是一锤子的买卖,没有办法长久维持。 于是,缅甸人便结合了很多地区的诈骗手段,将骗人勒索和电信诈骗结合起来,要么是自己人在家,一个电话一个短信将人骗得倾家荡产,要么就是将人骗过来。 威逼他们诈骗自己人,这是一个无本万利的买卖,伴随着一些不听话、跑路、事件的发生,久而久之,电信诈骗、变荷色情交易、器官贩卖、人口买卖等等产业交织在一起, 并且广泛在这个脱离缅甸政府控制的地区传播开,成为了困扰全世界的一项顽疾,成为了电诈行业的金三角,除了这些分外厚实的黑灰产业链,瓦邦还有名义上归属善邦的军事政治实体, 叫做瓦邦联合军,但除了三万人的正规军,这支军队的背后还有着无数民兵,是缅甸最大、实力最强的民族地方武装组织, 如同索马里泛滥的海盗一般让人头疼,难以打击。瓦邦联合军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武装贩毒集团, 有包括他在内的八位武装首领被美国纽约地方法院起诉,罪名是贩卖毒品。 缅甸政府虽然明面上抵制毒品、抵制电炸,但在长久的发展中, 其实已经和国港瓦邦的家族集团扯不开关系,再加上官员腐败,难以将他们铲除。 2012年时,为了争夺对水资源的控制权,善邦军封锁了边界,控制住了60多名瓦邦工人, 让鲍有祥拿1000万人民币熟人,然而鲍有祥却丝毫不惧怕善邦官方, 当初彭嘉生倒台时,他都能保持瓦邦风平浪静,善邦还能威胁到自己, 一周以内如果见不到人,瓦邦内就会实施交通封锁,善邦军人见一个杀一个,鲍有祥说道, 而最后,善邦军还是乖乖地将人送回了,今年9月,瓦邦中央事务执行委员会便出具了一份 关于打击和整治电信诈骗犯罪的通知,表示将会严厉打击电信诈骗, 全面整治和清理邦内电信诈骗行为。 截止至瓦邦公布电诈清零时,瓦邦虽然在陆续向中方移交电信诈骗犯, 但是从人数上来看,远没有国赶老街和木解线的多, 瓦邦曾坦言,从2020年到今年,瓦邦就打击电诈问题, 已经向中方移交各类中国籍人员8万6千多人,已实属不易, 但很多人都注意到了,这8万多人中,大部分其实都是偷渡到缅甸, 然后主动报名想回国的,这些人只是缅北诈骗的冰山一角, 都是被控制小喽喽,直到今年10月, 瓦邦突然向中方移交了大量的电诈人员, 其中有不少知名人士,更有无数重大事件的参与者, 而在瓦邦发布的电诈通缉令中, 竟然还有鲍有祥的亲侄子鲍言板和前女婿何春田, 瓦邦方面表示,这两位瓦邦高级干部触犯了中国相关法律, 给瓦邦在国际社会上造成了巨大负面影响, 影响瓦邦与邻国的政治往来,于是决定开除并通缉他们, 很多人说,这是鲍有祥在断壁求生, 毕竟现在电诈行业难做,各方也在打击缅北电诈, 他的选择就像当初放弃毒品一样,不得不顺势而为, 鲍有祥的行为让人感到复杂和矛盾, 他既在某些方面与中国合作打击电信诈骗和毒品犯罪, 又在其他方面利用电信诈骗为自己谋取利益, 这种矛盾的行为让人难以对他的行为做出一个明确的评价,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他在瓦邦的统治中所取得的成就和贡献, 他成功地保持了瓦邦的稳定和发展, 为当地人民提供了相对和平和繁荣的环境, 此外,他在处理与缅甸军方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方面, 也表现出了高超的技巧和智慧, 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鲍有祥在某些方面的行为存在问题, 他在电信诈骗问题上的处理方式显然存在问题, 他没有能够及时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此外,他在处理毒品问题上的态度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尽管他积极配合中国的禁毒行动, 但他之前的行为表明他在这一问题上缺乏坚定的决心和行动, 总的来说,鲍有祥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人物, 他在瓦邦的统治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但在处理一些关键问题上却存在不足, 他的行为让人感到难以捉摸和评价, 但他的影响力和贡献却是不容忽视的, 尽管如此, 我们仍需要对他进行全面的评价和审视, 以更好地理解他的行为和影响。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 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记得顺手点个订阅, 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